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史上不知如來藏宗 聖水真空聖空真水清靜本然 周遍法界隨眾生生 應所知量一處執諸一處水出 見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 寧有方所從業發見 這一段經文就是講七大之中講這個水大 就是講這個水大之聖是職葬聖 佛陀是華里柯蘭 與上不知就斥責他 斥責李柯蘭尚且未曾知道 在這個如來藏宗的聖水真空聖空真水的道理 這裏上個禮拜是講了 現在就是講清靜本然周遍法界 清靜本然這一句就是現狀聖之體 就是我們這個真心之體 由於水性即是真空 求他這個來去之上不可得 當體極滅無染 所以稱為清靜 這一種道理 乃是本自天然 不是有什麼人造成他的 所以稱為叫做本義 周遍法界這一句經文 就是顯示聖量 即是說我們這個真心狀聖量 既然是聖句的真水 那麼狀聖周遍法界 水也都周遍法界 隨眾生生 應所知量 這裏就是顯這個 壯性的妙容 就是顯性容 隨眾生 迷染 悟靜的心不同 那應他們所知的 或者是廣大 或者狹小的量 也都不同 所以就有十法界的聖凡出現 如果除諸佛無上眾生的 究竟怨靜之心 應他所知廣大無限之量 隨他所作的非有留 非無留業 那為什麼叫做非有留 非無留 非有留 非有留 即是不是有留 不是有留 為什麼不是有留 因為諸佛他們三煩惱已經存存 如眾生死亦都了絕 三國已經預言 萬德已經具備 不為煩惱 不為生死 所存放 不會被生死 煩惱 拔你下來 在一個生死之中 已經是遠離生死 煩惱 所以就是無留 不會再留 在一個生死之中 就叫做非有留 什麼叫做非無留 所謂無留 無留 無留就是有留 為什麼你剛才又說 佛繞絕生死煩惱 是無留 為什麼現在說是有留 這個有留 就是說這個逐定的道理 因為諸佛雖然他已經得正無上佛果 但是所謂悲心 微了 敏默長迷 就是敏念我們眾生 長迷於生死之中 因此就大悲怨力 示現受生 雖然正到佛果 仍然再示現來人間 出生 出家 修行 說法 入業盤 所以仍然示現 有生有滅 在這個世界之中 成佛 離憶眾生 所以 從他這個示現之方面 逐定你 就稱為叫做是有留 故事 但是知佛究竟雖然是生是滅 仍然都是住在這個常極中 如如不動 故事就叫他所作的是非有留 非無留業 由於從他所作的非有留 非無留業 因此就發現這個大悲水 能夠普潤法界眾生 令到法界眾生 雲法者皆能夠得到安樂 但是如果除到菩薩大道心的眾生 激於這個悟靜而迷染之生 用他所知的廣大之量 從他所作的亦有留 亦無留業 就發現自為水 自潤潤人 自利利他同登彼岸 隨意成自利眾生 激於這個迷染而誤靜之心 又應他所知 有限廣大之量 隨他們所造的無留業 就發現有善地水 暫值澄清 如如不動 但是隨我們三界人天眾生 順是迷染之心 因我們眾生所知的 是有留策略的量 隨我們所造的善惡有留之業 造善惡的 就發現生天上這個金露水 如果是得到人的果佈的 就發現人間的月佈水 果佈水 但是隨到三角度的眾生 完全迷染之心 應他所知的是有留策略之量 從他所造的 順是是惡欲 因此就發現有什麼 三桃、鑊湯、爐炭、血河、羊桃、鐵汁半口等的苦水 一處執豬就一處水出 遍法界執就滿法界生 生滿世間的寧友方所 循業發育 在世間上 裘水之人 一處地方有人執豬 這個豬就是那些裘水豬 我們是上星期講過 那些人是想求月亮裡面的水 他們就拿著一個出水的豬 用一個盆裝著 當這個月亮光明的時候 就將這個豬對著那個月亮 所以就有水出 就是求這個月中豬水 那現在就是世間上 求水的人 一處地方有人執豬 一處地方就有水出 如果遍滿法界都有人執豬 就遍滿法界都有水出 那生滿世間之中 又哪裏有一定的處所 只不過是隨著我們眾生的業力恩怨 發言如意 這裏就是講明 原生即假 淺不空原來狀的道理 世間無知 以惑為恩怨及自然性 皆知的心分別計作 淡有言絕 終目實意 這幾句就是 是斥責眾生的迷惑 世間眾生都是由於不知道水大為心所願 因此的迷惑水大是恩怨有 或者是自然生 其實葬性的本體是隨緣不變就不是恩怨 不變隨緣就不是自然 所以說恩怨說自然 都是妄想悉心分別計作 但有這個假靈假相的言説 全無真實的意義 如果誤到水性即空 就成這個異性的淺定水 誤到水性即假 即假就成菩薩的慈悲水 遇到水性即中 就成諸佛的大絕熱海 妙莊嚴海 如果為了這個水性即空即假即中 就成葉佈果佈水 漂流於三界之中 月公同志 他是收這個水罐的 在底下二十五聖自陳元通的經文裡 這位菩薩他自己說 他說他在過去行河沙劫以前 曾經值遇一尊佛叫做水天佛 這尊佛是教他收集這個水罐 當時他收這個水罐 他就由人的身體那裏搬起 身體裏面的龍血提拓的水分 由觀內身的水分 如觀到外面世界的水分 將這個身內的水和外面 世界的水打成溶通一片 他收這個水罐 收得很成功 有一次 他在自己的靜室的防室裏面 三明天收蕭帝 又是收這個水罐 他有個徒弟仔 那個徒弟仔年紀輕 就不懂事 小孩子不懂事 他就去找師傅 找師傅 找不到師傅 師傅當然是在他自己的房間那裏找 走去到拍門 聽不到師傅開門 聽不到聲音 小孩子在他那裏 撞一下窗口 撞一下 一撞 原來整個房間都是水 他覺得這麽有趣 整個房間都是水 究竟是真水還是假水 他走出去 把石頭捲回來 丙板 丟在房間的水 他聽到那些水是丙板 他覺得很可愛 看著看著 跳著跳著 走開了 好了 後來知道師傅收完禪定 出定 出了定之後 為什麽今天覺得很不舒服 覺得心很痛 有些心痛不舒服 他自己想想想 他說沒有理由 他一向收這個禪定 一向都是這樣收習慣了 為什麽今天會不舒服 他自己已經是針到阿羅漢果 他說 難道我現在將自己所針的果 退失 要是針到阿羅漢果 已經是離了這個病穴 不會再有疾病 為什麽難道今天自己所針的果 會退失 自己在那裡疑惑 在那裡想想想的時候 那個圖仔仔來找師傅 跳下跳下又來了 告訴師傅 師傅 我今天看到的東西好可愛 一轉一轉 就數給師傅 師傅 原來我心不舒服 他祝福那個圖仔仔 他說 你下一次 如果再見到那些水的時候 你就推開門 進去 撿那塊石頭 那個圖仔仔 就聽他話 好了 下一次師傅又 又坐下 又收這個水盆 於是那個圖仔仔 又來了 一裝 整個房間都是水 他靜靜 整天推開門 進去 撿那塊石頭出來 撿了那塊石頭出來之後 他師傅出了地 整個人好了 沒了事 所以 是因為他收這個水盆 收行這個 禅靜的時候 用到心意專一 已經是打成一片 心境打成一片 但是因為 還未曾得到再進一步 就是因為這個法空 這個法則 未得為身 他說 這個身未曾亡 這個法則未亡 於是他再繼續進生 後來再遇一位山海自在通往佛 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得到這個法則都除了 所以 月光同志在他底下 佛陀問他們所靜的言通的時候 他就是向佛陀說 自己認到這個壯性 即是水大性 因此這樣 能夠以水性一味流通 而靜得這個無心法忍 所以這個水大就是月光同志所修的法門 柯蘭風靜無體 動靜不常 與常 整於入於大眾 爭騎離角 動及旁人 則有微風忽比人念 此風圍復出家沙角 發於虛空生比人念 柯蘭此風若復出家沙角 與乃披風其衣非遙 應離與體 我今說法會中誰衣 與看我衣風何所在 不應衣中有藏身地 若生虛空 與衣不動何因無忽 空性常住風應常生 若無風是虛空當滅 滅風可見滅空何狀 若有生滅不明 虛空名為虛空魂何風出 這段經文就是講 壯性即風大性 壯性即是我們這個真心 原具一切法 風大亦都是一切法中的一法 所以這個風大亦無實體性 是以這個壯性為真性 所以壯性和風大性就是一性無二性 阿蘭風性無體 佛陀又再照阿蘭的名字 阿蘭風性無體 就是世界上普通常識 我們都知道風是遙動不停的 是以遙動為性的 現在這個真肥理就是顯這個風無自體 它的體就是清淨真心 原來壯妙真而非 這個壯性是清淨本義 周遍於佛界求風的實體不可得 所以就稱它為無體 就是講明不電之體 動靜不常 這一句就是顯 壯性有除緣的妙容 壯性不電能夠除緣 那些有業 當有業的時候 就成為動相 如果沒有業 就成為靜不常 但是靜不常 靜動也都不常動 故此就叫做不常 與常 正於入於大眾 當有集慧的時候 或者是聽佛說法 或者是仲戒 就齊集大眾 所以佛說 李柯蘭當有集慧的時候 亦都是隨眾齊集 要出去法會那裏 齊集大眾 那當然就要披衣 整理所披的衣 就是拔齊 看看哪裏不妥當的 又拔好它 整理清楚齊整 好了 然後才進入法律裏面 曾騎尼各 洞及旁印 則有微風 忽給人煉 梵語叫做曾騎尼 即是印度音 叫做曾騎尼 翻中國音 叫做重複衣 又叫做和合衣 又叫做集穗衣 乃是三衣中的大衣 這個大衣 是有九品的分別 九品是分有上中下三品 就是上中下三品 每一品亦都分有三品 像這個上品 上品有上上品 上中品就是上下品 這個上上品是二十五條 我們看他們的條數 有時你看見法師批的大紅組衣 那條數如果是上上品的 就是二十五條 上中品的就是二十三條 上下品就是二十一條 通通都是四長一短的 這個中品 中上品就是十九條 中中品就是十七條 中下品就是十五條 都是三長一短 下品方面 下上品是有十三條 下中品有十一條 下下品就是九條 都是二長一短 那這件衣是甚麼時候穿的呢? 凡是說法、論儀、領導大眾、行化黑食 或者是進入這個村落皇宮的時候 都要披這個大衣 因為佛陀的祭、佛陀祭弟子是有三衣一短 所謂三衣就是大衣、七衣、五衣 這個三衣一短 是在柯蘭出家之前 未曾有這個名稱 就在柯蘭出家之後 才有這個福田衣的名稱 因為當時印度那些治安不是多好 人民的生活也不是多 很多都是窮困 當時出家人所披的衣 只是一塊布這樣過 如果是有些出家人 做到這個新衣的時候 用一些新布做成一件新衣 披在身上 有時在這個或者是直靜的跡方 就遇到那些賊人 那些賊人打劫 他們將出家人的新衣 都脫下來 連出家人所穿的衣 他都脫下來 因為他一塊這樣 所以他脫下的衣 他回去都可以有得用 所以連出家人的衣服都脫下來 因為當時那些治安不是多好 出家人都受到騷擾 有一次佛向南方那裡去油化、教化 就出到郊外 看到外面郊外的那些田 一塊一塊一塊 那些田好像一格一格一格 一塊一塊一塊 當時他就跟柯蘭說 他說柯蘭 你可不可以教那些人做那些衣 造成好像那些田那樣方塊的呢 柯蘭說可以這樣 所以這個福田衣 這樣就叫做福田衣 佛婆就說 他說因為這個衣 這種這樣的制法 這種這樣的制度 是過去諸佛這樣披 過去諸佛教的弟子 亦都是這樣做這樣披 所以如果有人能夠披起福田衣 給丘給丘來披起福田衣 受這個在家居住供養 令到供養的人得到種福 得到生長福 同時亦都可以避免那些道賊 不用騷擾 因此福田衣就是這樣游來的 所以這個出家人的衣 一定是要出家人披 大衣、七衣、五衣 是要出家人披 在家居士是不可以披搭出家人的衣 我看到一部月刊 這部月刊很久的了 六十年前的 我那時候如果出生了 都是兩三歲的可能 那他裏面呢 有位法師 講一段 寫一段文 他就勸奸 勸告那些居士 不要放一個三寶 為什麼叫放三寶呢 就是放鹽口 那就是因為那些居士放鹽口 他就學出家人了 所以他說他有一次 他在香港 在香港去到一間某某的佛社 當然他不說這個名字 到某某的佛社 看到兩面牆掛滿的居士們 放三寶的相片 他當時想想 或者這些居士 穿出家人的衣 可能 或者未曾遇到這個大德法師 為他們開示 所以他不明白 不知道 但是後來 知道這間佛社裡的那些人 通通都是歸於一位大德法師 通通都是歸於印光老法師 印光老法師 是很有名望的法師 專修徑土的 這位老法師 是一位大善知識 後來他又再去那間佛社了 他又說 果然看到那些居士 搭起衣 出家人的衣 去領導 拜撐重驚 還有 有一次 真的看到他們放三寶 看到他們坐桌 登起法皇寶座 戴起皮尼帽 穿搭起出家人的衣服 所以他說 就算是金剛上司 他們做這個魚騎法會 尚且要三頁相應 如果三頁不得到清淨 尚且是有過失 何況在家居士 那些穿起出家人的福田衣 移去大皮尼帽登法皇座 他說這個罪過 真是非常之大 當時他寫起那段文章 剛剛遇到有一位居士來 他給他看 那位居士說 是呀 他說我們印光老法師 已經曾經寫過信 來苛斥他們 教訓他們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他們仍然是這樣做 所以這位法師 就將這一段文 就登在那個月刊那裡 不知為什麼 我還保留了這部月刊 以前是香港人送給我的 我那天一翻出來 就見到這一段文 在說 會竟然在家居士是不可以 搭這個出家人的紅祖衣 這個大衣 七衣 五衣 無論你不只大衣 就算五衣 都不可以搭出家人的衣 在聖嚴法師所做的 佛教制度與生活 那一部詩叫佛教制度與生活 如果你們有將來 如果你們有的可以拿來看看 他在這裏 他在說 在這個阿尼佛摩尊者 所做的誠實論 誠實論裡面說 他說 允許在家弟子 捉一件禮撐衣 染作壞色 即是現在我們平時所搭的 蠻衣 但是 只是准許在佛事堂中披 只是准許做佛事的時候 重經禮撐法慧的時候 披法 除此之外是不可以披法的 在家居士是不可以的 如果是披這個 比丘的三衣 就算是五條衣 也都有很大很大的罪過 為什麼呢 因為現時的 比丘三衣 就稱為他做福田衣 所謂福田者 就是由比丘比丘來 披著了之後 接受在家順之的供養而種福 如果你在家居士披了這個福田衣 究竟他又令哪一個人種福呢 故此 在家居士是不可以 穿這個搭出家人的法衣 不但在家居士 不能夠披出家人的三衣 就算出了家的沙眉 沙眉來 也都不夠資格披這個三衣 因為這個沙眉 未曾受這個比丘的大戒 未曾入這個大增之數 沙眉的行住作惡 都應該唯於比丘針之後 所以沙眉 只能夠披著這個無縫的 無縫萬橋的染色衣 就稱為萬衣 即是現在在家居士所搭的萬衣 但是他跟在家弟子所不同的 就是沙眉一經出家之後 他可以常連隨時隨地都可以披這個萬條 但是在家弟子主是限於佛祝堂中披這個萬條 現在這套經文說 整衣入眾 整理這個衣入這個大眾 現在所搭的應該是屬於屈多羅僧 凡以屈多羅僧 就叫做入眾衣 凡是聽法、聽戒、隨眾的時候 都披起這一身衣 即是七衣 還有一根叫安陀匯 回來叫作無衣 即是五衣 然後整衣 因為整理這個衣 動動 因為這樣披著披著動動的時候 去到大眾面前 那個衣角無意之中 就飄到別人的面上 所以在別人的面上 就會感到有一陣微風吹過 那這裏就是講明 因緣生法 此風為伏出 加沙角 發衣虛空 生給人面 這裏就是佛陀列出三個問題 底下就逐一來去推破 佛陀問 因為加沙有風出 而飄到別人面 那這個風究竟是從加沙角那裏出 還是從虛空那裏出 還是從那個人的面上生呢 柯南此風藥服出加沙角 與賴披風其衣飛搖 陰離乳體 加沙就是繁語 那裏出的意思 翻到中國因 翻到中國因 叫做壞色衣 乃是三衣的總名 含有多種意思 亦過來可以稱為靈塵服 意思就是斷除一個六層 或者叫做消瘦服 就是割除煩惱的意思 或者稱為連花服 意思就是離開這個染著 然後佛陀說 假若你認為這些風從加沙角那裏出 那就變成衣裏面有風 當你披衣的時候 就變成是披風 而不是披衣 同時風是屬於搖動性 如果加沙有風 這就應該時時都動動 隨風飛搖 這樣你所披的加沙 就應該不能夠停留在你身體上面 應該時時都會隨風飛離你的身體 但是現在加沙 你有離開你的身體 仍然披在你的身上 這樣就可以知道衣中無風 所以這個風就不是從加沙那裏出 我今說法 惠中誰衣 以看我衣的風學所在 佛又恐怕阿蘭說 衣中是有風 不過動動的時候就有風出 如果不動動就沒有風出 佛陀恐怕阿蘭這樣說 所以佛陀說 既然風是從加沙出 那你阿蘭的衣有風 我佛的衣也是一樣 我佛的衣應該會有風 原來我佛陀在法衛中說法 衣垂了下來 那你不妨看看 我佛所披的衣那些風究竟是在哪個地方 我佛陀說 我今說法 惠中誰衣 遇害我衣 風何所在 佛陀衣中有藏風地 你不應該說 這個衣裏面另外有藏風的地方 因為衣只不過是一塊布 佛陀不能夠藏風的 佛陀衣未曾被風所動 故此風就不是從衣中出的 應該就是要知道了 若生虛空與衣不動 何因無忽 如果說風是從虛空生 就不是直來忽衣才有風 應該就是時常也有風出 何以現在你阿蘭的衣不動之時 又無風飄忽到他人的面上 必定要忽動你的衣才會有風出 因此可以覺得風就不是從虛空而生 空性常住 空性常住 風應常生 虛空是永恆常住 年年月月 朝朝無無事事都有虛空 如果說風是從空生 空既然是常住 那麼風也應該是時常都有 應該是常生 既然是常生 也應該是常常存在 不需要等待衣動動的時候 然後才有風 何以有震時又無風呢 若無風是虛空當滅 還有風既然是從空出 有風之時就是有虛空 若無風之時虛空也應當消滅 滅風可見 又滅空何狀 風不存在 是可以見得到 但是風本來沒有形狀 為什麼說滅風可以見呢 因為我們見到草木搖動 就知道有風 有時風大的時候 我們關上門 那些窗門 敬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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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樹都不動的 都不放的 沒有風的 不動的 所以看到草木不動的時候 就知道是封滅 那些正則封滅 因此滅風就可以見得到 但是滅空見不見得到 當這個空滅的時候 究竟是什麼形狀 空空又怎麼可以不存在呢 虛空不存在 又是怎樣的形貌呢 若有生滅就不利虛空 虛空是無形 亦都無有傷 不是有質外之物 因此是無有生滅的 如果說是有生滅 那就不可以稱它為虛空了 名為虛空 亦何風出 願在名之為虛空 叫它作虛空 那是空空無有物 既然無物可得 又亦何能有風出呢 這裏是說明,風,非是從空出,若風自生,被忽之面,從筆念生,當應失語。 而說風,自己從被忽之人的臉上生,既然從筆念生,是從那個人的臉上生,那這個風應該是被忽之人的臉上才是。 而兩個人打對面,由這裏的人的臉上生風,那風吹到對面的人,不會是自己吹自己的。 所以說若風自生,被忽之面,從筆念生,當應失語。 自語整衣,云何倒忽呢?云何現在因你渡難,自己整理衣之事,反如有風倒忽吹到別人的臉上呢? 所以說云何倒忽呢?這裏是說明,風,不是從對忽之人的臉上出生。 所以說明,與審帝觀,這一句就是佛陀。 教柯蘭,審察帝觀,要好好地來到自己觀察思想,度量一下。 要他知道風是無所從來,無來的地方,去也沒有去的地方。 如果是能夠這樣觀察的時候,觀這個風,來無所從去無所致,於是就可以得到開明。 正衣在語,這裏就說明,衣是有他的來處。 衣中是沒有藏風的地方。 面是屬於被吹失的人。 他的面被曾有生風。 但是虛空極然不參流動。 這裏就說明,虛空有他所在之處。 虛空乃是極然不動。 虛空不參,即是不曾的意思。 虛空不曾有流動遷移到。 風至誰方,虎動來此。 風究竟是從什麼的地方吹動來到這裏呢? 從以上所觀察的三處,都求風不可得。 風空的性格就非和非合。 風的體性是動。 空的性格是極勁。 一動一勁。 兩種的性格完全是格外不相容。 完全是不同的。 既然是不同的, 就決定不能夠和合。 不應說風, 所以就不應該說這個風和這個空, 無合而生。 因依、因凶、因面。 尚且求風,要不可得。 又何個無因而有呢? 他只說不應風,性無從自有。 你不應該說這個風,性無因,自然而有。 這裏就指出, 因如極空,生則、非生, 一切法,都是以真心惑性。 與遠不知如來狀中, 性風真空,性空真風, 天敬本如周遍法界, 除眾生心應所知量。 柯蘭,如雨一人, 微動服依有微風出。 斷法界不,滿國土生, 周遍世間,寧有方所。 循業發言。 這裏經文的意思, 就是顯微風, 乃是為心所言的風。 風之性, 又是如來狀妙真如性。 與遠不知。 佛說你柯蘭, 雖然是多聞, 但是你遠而不知。 如來狀中, 聖風真空,聖空真風。 狀性本具之風。 但是狀性本具的, 所以就叫做聖風。 聖巨之風, 無形相, 當體是直滅, 清淨本然, 求他的相貌是怎樣, 了不可得。 所以就叫做真空。 一種道理, 屬於事發即心的道理。 聖聖清淨本然, 無形無相, 就是聖空。 雖然是空, 雖然是無相, 但是聖聖, 原具一切法。 風是一切法中的一法, 也是聖聖中本具的。 所以就叫做真風。 這種道理, 就是屬事心即發。 所以有脏主薪的跨物。 他們已無妥、 也許會和聖聖同梁峰亨的人、 其次回答但, 如果已可以婚離, 好, 將而從而爭取成啊。 2015年stan frankly 今後老五法。 今即法的道理,属於聖句, 這叫聖風真空,聖空真風, 乃是指示空不空如惡喪, 中帝的道理,如果這種道理 起修,就能夠成就妙禪羅的 中道觀,屬於法身德,清靜本現, 這一句就說明, 藏性之體,屬清靜無險, 傑靜無瑕,職聖聖聖, 就指示空如來藏, 显真帝尼,以这种道理起修,就能够成就描车摩托的空冠, 这个空冠城就是属于般若德。 周遍法界,一句是显状性之量, 它的量是广大周圆,普遍于法界,封大是状性本具的, 所以状性能够周遍法界,当知道封大亦能够周遍法界。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乃显性用, 就是状性有随缘的妙用,即是不空如来状, 显逐低的道理,以这种道理来到喜修, 能够成就妙沙摩托提的假冠,即是解脱德。 所谓除众生心,就是除十法界众生染症之心, 认他们所知的广大或者狹小之量, 随着十法界所做的染症之业不同, 因此就发现有十法界苦乐不同, 我们知道诸佛是无常众生, 随诸佛无常众生, 顺是误敬之心, 应他们所知的广大无限之量, 随他们所作的非有留,非无留业, 故此就发现持悲风,能够消众生的热脑, 令到众生得到清律。 如果除菩萨大道心众生,即验证如违染之心, 认他们所知广大无限之心, 认他们所知广大之量, 有限广大之量, 随他们所做的无留业, 就发现解帖风, 烧三界的热脑,得到出世的清凉。 但是如果随着我们三界虎虎众生, 完全是迷染之心, 认我们三界众生所知有限的客业之量, 认他们所作有留不动之业, 就发现有烦恼风,业障风,果步风, 喜惑造业流转这个生死之中, 无有了期。 阿难如雨, 一人微动伏衣, 有微风出。 那佛陀在这里, 又在呼阿难的名字。 阿难, 由于你, 自己一个人, 披搭这个衣的时候, 微动这个伏衣, 即微微地将这个衣整理一下, 动一下这个衣, 就有微风来到忽出。 那在你一个人整理衣, 一个人那里有微风出。 多个人整理衣, 就多个人那里有微风出。 乃至到天法界忽, 就门国土生。 如果天法界众生都披衣, 整理这个衣服的时候, 这样就天门国土都有风出。 周遍世间, 另有方所从业发现, 风性遍门于世间, 又怎会有一定的方向, 处所呢? 只不过是顺着, 所作之业发生, 出现如意。 这里就是说明, 妙真如性, 依众生各自的业感, 如生是这个现行的作用。 所以在平等性中, 就有这个质别的上座不同。 世间无知, 以或为因缘, 及自然, 正皆是悉心, 分别继度, 但有缘, 说实都无实意。 这里呢, 就是佛科释, 科释, 科释, 与琴, 一切众生, 都是迷惑, 愚昧, 众生无知, 未曾开佛的知见, 只是凭着这个悉心, 分别妄想益测。 这个悉心呢, 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 所以呢, 分别妄想益测, 但这个封大, 是因缘生, 或者自然有, 其实呢, 都只不过是, 但有言说, 只是凶口说, 全无真实的意义, 封大的相, 是妄, 其性, 是真, 所以底下流离光法王子, 这位菩萨呢, 是以这个, 是收这个封大的法门, 父子当他自尘元通的时候, 他说, 佛问元通, 不可以观察这个封力无依, 于是悟到菩提心, 就入三魔地, 悟到这个封大的狀性, 因此呢, 就能够合十方法, 全一描心。 柯南空性无形, 因色显法, 于塞罗城去河遥处, 朱塔尼总及婆罗门, 皮射手陀, 兼破罗堕, 尖陀罗等, 新立安居, 作井求水, 出土一尺于中, 最有一尺虚空, 如是乃至出土一像, 中间还的一像虚空, 虚空浅心, 除出多少, 此空为当因土所出, 因作所有, 无因自生。 柯南若服此空, 无因自生, 未着土田, 何不无碍, 违见大地, 永无通达, 若因土出, 則土出事, 应见空入, 若土先出, 无空入者, 云何虚空, 因土而出。 这裏就是说, 壮性即空大性, 地、水、火、风, 四大说了, 现在是说第五大, 说这个空大, 壮性原具一切法, 世间上所有一切法, 都是壮性所含藏, 所以空大, 亦都是一切法之一法, 壮性亦具有空大之性, 前面地、水、火、风、四大, 以及这裏的空大, 都是没有真实之性的, 以壮性为性, 壮性、空性、 壮性无異性, 即是前面经文, 这个前面第一卷, 第一卷经文所说的, 诸法所争, 就为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微尘, 恩心承啟, 这几句经文, 相信你们还记得, 我难空性无形, 恩息显法, 那这个空呢, 是有内空, 外空, 如果是说内空, 就通于有情, 以及无情, 尤如我们人类, 或者是畜类, 这个眼, 不是眼, 这个口, 这个耳, 这个鼻, 口耳鼻中的空, 就是属于有情的内空, 就是空出入, 鼻的孔可以通出通入, 抹大口也可以通出通入, 鼻的两个耳孔也可以通出通入, 所以口耳鼻的空, 就是属于有情的内空, 那无情的内空, 尤如那些瓶, 那些拨, 那些盆, 那些有空的, 就是属于无情物的内空, 外空是什么呢? 外空就是外面的太虚空, 那这个空性无实体, 是以状性为体的, 原来空性无形, 就是说虚空无形相, 就是指这个不变之体, 因色显法, 就是指这个除原之用, 由于虚空是无形象, 那无形象, 要什么来才显得出呢? 一定要借重物质, 才能够显出它是空, 好像我们在语卷的时候, 曾经说过, 如果用一个四方的盆, 在四方盆里面, 就看到这个空是四方的, 如果圆的盆, 就是圆的器皿, 看到圆的盆里面的空是圆的, 所以虚空是无形象, 一定是要有物质, 这个色相, 然后才显出它是虚空, 因此说因色显法, 是空要借重物质, 才能够显出, 这两句, 空性无形, 因色显法, 这两句经文, 是这一段文的总纲, 如塞罗盛, 去河遥处, 于察利种, 及婆罗门, 皮舍, 守陀, 兼破罗堕, 尖陀罗等, 新立安居, 作井求水, 出土一尺, 于中即有一尺虚空, 这里, 就是举出事实, 来证明这个因缘生法, 塞罗盛, 是繁语, 中贵恩叫封德, 乃是波斯匿王的首都来的, 现在佛陀, 在说法的地方, 就是在塞罗盛里面的奇缘经社, 说这个导言大教, 在城内, 距离行河, 远的地方, 朱察利种, 察利, 繁语巨运, 叫做察帝利, 关为中国因叫做王种, 即是王家的种族, 或者叫做田主, 又叫做土田, 那是印度四圣之中, 最尊贵的种姓, 那为什么叫他们做田主呢? 就是说在这个结初的时候, 结初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分分成就, 又说天上那些千人, 樊天天人, 看下来, 看到这个新世界, 那么美丽, 山河国土, 风景明媚, 那么漂亮, 他们好奇心, 就想游一下这个新世界, 用神通, 游新世界, 到新世界的时候, 踩到这个地面, 软软软软, 看看有些东西, 白蒙蒙软软软软, 香香甜甜的味道, 挺好闻的, 于是用手舔一下, 试一下, 试一试, 挺好吃的, 甜甜滑滑的, 于是他们就吃了, 谁知道一吃吃了, 就濕了神通, 就不能上去, 于是, 他们就在这个新世界那里居住, 这种叫做地味, 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生活上没什么困难, 吃它的地味, 怎么知道, 住住吃吃吃的时候, 人口就烦极多了, 吃吃地味就吃完, 吃完之后, 又吃这个地饼, 地饼, 地饼吃完之后, 吃地皮, 又吃完了, 没得吃, 又有一种自然羹米出生, 他们又吃这种自然羹米, 经过一段的长远时间, 吃吃下, 自然羹米都没了, 吃完了, 那又怎么样, 都要生活的, 这样种植, 自己只有去种, 去耕种, 那时候那些生活就困难些了, 你知道人, 有些是懒的, 有些是勤力的, 勤力的那些, 日挖日挖就去种, 那些懒的都对了, 你种远, 种远, 种远, 我就偷, 所以, 那如是, 整整一下, 那些人, 因为偷得多, 当然就是生气, 不公平, 不公平不行, 要大家想一个方法, 立一个公正人, 这个公正人呢, 就平均分配这个田地, 给你们监中, 那他呢, 就是做公正, 怎样呢, 就看你们, 谁, 谁勤力中, 就谁有收成, 谁懒惰不中, 就没有收成, 如果谁去偷, 就抓你来罚, 于是, 这样呢, 就立一个公正人, 整一下整一下, 这个公正人呢, 成为田主, 成为一个种族, 这个呢, 就是皇家的种族, 因此, 这个策戒例, 就称为王族, 是皇家的种族, 称为田主, 是四姓之中呢, 最尊贵的种族来的, 婆罗门, 范与婆罗门, 回来叫做靖瑞, 他在国里面呢, 是执着这个政权, 具有这个权威势力的, 那他这一族的族人, 瑞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从凡天的口而生, 说他们呢, 是最尊贵的, 范与皮舍, 翻来中国音, 叫做商骨, 就是印度当时呢, 做生意经商的人, 首陀呢, 就是武龙为业的耕种人, 破罗多, 翻来中国音, 叫做尼根, 那这一类人呢, 是从事这个艺术品的, 从事这个工业啊, 艺术啊, 这些人士, 尼根陀罗, 亦为中国音, 叫做杀者, 因为他们呢, 是以屠杀为业, 又翻来叫做箭种啊, 那他们这些族类的人呢, 是做一些下潜的事业, 包括丹匪师啦, 台棺材啦, 丹匪啦, 湯朱湯羊啦, 以及做这个被子手杀人啦, 人房, 酒瀉, 做这些这样的事业, 所以印度当时的阶级分得很严格, 他们所做的职业呢, 是分开的, 哪一类的人, 就做哪一类的职业, 那这类尼根陀罗呢, 又有人叫做盐伺, 伺呢, 就是旗伺的字, 即是一枝旗, 那做这类职业的人呢, 受当时印度那些贵族的人呢, 非常非常之歧视, 非常之压迫, 真是没有这个好生活过的, 那在国法里面规定, 这一类人呢, 如果他要出街的时候, 很辛苦的, 怎样呢, 拿着一个灵要遥灵, 又握着一枝旗, 一路遥灵握着一枝旗, 就表示什么呢, 总是说给人知道, 我们坚陀罗这一族的人出街, 那你们那些贵姓良民呢, 就不要走过来, 是不跟他们一条路走的, 不启示他们, 所以呢, 他们真是当时呀, 被印度的社会呢, 压迫得不能够抬头, 良民都不跟他们同行一条路, 但是今天就, 我这些是印度的情人是这样, 在其他的国家呢, 都没有那么分, 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 职业就无分归战, 只要呢, 你是勤力工作, 勤力工作, 自己所赚的钱, 是用自己工作得来的呢, 就是高尚的了, 无论什么职业都好, 新立安居, 因为这个人口繁殖, 原住的地方呢, 就不够用了, 所以呢, 就要另立劳, 做入另起新屋, 那是另起新屋的时候, 在日常的生活, 最需要最需要就是水的了, 因此呢, 就作井求水的, 因为建筑这个新屋, 离开这个行河遥远, 来往拿水就不方便了, 就要另行作土, 开井求取这个水源, 出土一尺, 即有一尺虚空, 作井的时候, 挖深一尺泥土, 于其中间就有一尺的虚空, 如果挖土两尺深, 那就有两尺的虚空了, 如是乃至出土一丈, 中间挖得一丈虚空, 若果乃至到挖深的泥土, 至到一丈深, 中间就有一丈的虚空了, 虚空浅深, 就除出多少, 井内虚空之浅, 或者是深的程度, 都是除这个人, 挖土, 挖出有多少泥土而定的, 挖出泥土多, 那井空就深, 挖出泥土少了, 当然井空就浅了, 此空为当, 因土所出, 因作所有, 无因自生。 佛陀又立出三个问题, 问, 底下就逐一推破了, 佛陀问, 这个井空, 究竟是因为挖土, 因为这些土而出的, 还是因为作而有, 无因无缘无故自己出生的呢? 究竟是怎样呢? 我难, 若福此空, 无因自生, 未作土前, 何不无碍, 唯见大地, 并继无通达, 这些土就是宣宣, 破无因的愈而得到成了。 佛陀说, 如果这个井空是无因而有的, 但是在未作土之前, 既然他无因而有, 无缘无故而有, 应该时时都有空, 但是在未作土之前, 何以又不见到有空呢? 只是单单独独见到大地, 一片遥远, 侄外涌湿, 无有通达之上, 而一定要作土, 才见到有空出, 因此便知道井空, 不是无因而有。 若因土出, 則土出是, 应见空日, 若土先出, 无空入者, 云何去空, 因土而出。 如果说, 这个井空, 是因土出而有的, 这样, 再挖出土之时, 就应该见到外面的虚空入才是, 但是泥土出, 就可以见到, 空入是什么形状呢? 见不到, 如果只是见到土先出, 而不见到外空入, 又怎可以说, 因土而出, 而后有空入呢? 这就是破虚空, 不是因土有。 若无出入, 则因空土, 原无如因。 佛恐怕阿难听到, 土出, 不见空入, 这种道理。 于是, 他就计读, 空, 无出, 无入。 佛陀恐怕他这样计读, 因此就说, 如果空, 无出入, 这样应该是, 井空, 与泥土, 两者, 原本, 无有二因。 这个因诀, 当是意诀, 即是说, 应该, 虚空, 与泥土, 所依之处, 原本是没有不同。 就是说, 虚空与泥土, 共同, 相依一处。 无二得同, 既然没有不同, 就是同一一处。 那又应该, 空, 土, 同是一体。 空之中, 有, 空, 在土之中, 土内, 是有空, 空, 土, 同在一处。 应该是这样。 既土出时, 空何不出? 如果, 空, 与泥土, 同在一处, 就应该, 共同出入, 何以作地, 搬出泥土之时, 又不见到, 有空, 一同搬出泥呢? 虚空, 和泥土, 应该, 同时一起出, 才是。 现在, 单见泥土出, 不见空出, 故只说, 空,土, 不见空, 原无二衣之意, 就不能够食。 若因作出, 則作出土, 应非, 若因作出, 則作出空, 应非, 若因作出, 則作出空, 应非, 出土。 而不應該是泥土出,現在旦見土出,不見空出, 當可知道空不是因作土而出。 不因作出,作自出土又混何見空? 假如說虛空不是因作土而出, 這樣在作土之時,應該單是作出泥土,不應該是見到空。 雲何現在作土之時,又見到有空? 所以若說虛不是因作出,這種道理也不能成立。 以上總明,空是如如不動,無來亦無去。 乃至一切法亦如如不動,空本清靜,一切法亦本清靜。 由於眾生顛倒,故此見空是有來去之上。 見一切法亦有來去上。 這些就是所謂知法本下為人自鬧。 一切法本來他們是很安靜的。 沒有什麼來去,只不過是你人的分別心, 覺得他有來有去,有來有去, 好像一個皮頭一樣,拋來拋去。 所以陸祖大師說,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又何處惹塵埃? 也是這樣的道理。 與更審帝、帝審、帝觀。 這裏就是佛陀教阿蘭, 要詳細更詳細地來審查帝觀。 令他觀空上無來之處, 亦無去之處, 從此可以得到豁然大悟。 葬聖即是空大聖之理, 這種道理是很微妙。 不是粗心仇氣, 所能夠令人,所能夠了知。 因此佛陀就不可能, 你一定要微細觀察, 細心思維, 然後才能夠體悟到這種道理。 作從人手,徐方,運轉。 作在人的守則詞, 隨著方向施工,運作,轉動。 說明這個作是有來處, 土因地而, 而泥土因地被挖掘,搬運而動。 這裏說明, 泥土來源也有所因。 如是虛空因何所出呢? 但是井內的空, 到底是從何處出來呢? 就是教柯南細心觀察虛空, 究竟從哪裏來呢? 井中的虛空, 既然不是無因而有, 又不是從泥土中出, 更加不是因作而有。 那究竟是什麽原因而出現呢? 那你自己就慢慢思維, 慢慢揣搭。 作空虛實, 不相為用, 非和非合。 這裏就是破和合。 就是破這個虛空是和合身, 因為作是屬於實物, 空是虛無, 彼此的性質完全不同, 如此兩種性質不能夠互相起作用, 不應該說是和合而有, 亦都不應該說是非和合自然而有, 不應虛空無從自出, 更加不應該說虛空無所從來, 無因而自生出來。 那就是破無因生。 因土、因作、求空的來處, 尚且不可得, 又何況是無因呢? 以上是說明, 因緣生法, 當體即空, 來無所同,去無所致, 當處出生, 便隨處滅盡。 若此虛空, 性緣, 舊片, 本不動搖, 當機現前, 地水火風, 君靈五大, 性真緣容, 皆如來狀, 本無生滅。 柯蘭, 與心分為, 北五四大, 緣如來狀, 當官虛空, 為出為入, 為非出入。 這裏就是說明, 前面的地水火風四大, 以及現在的空大, 五大的體正, 都是平等無二, 唯一狀性。 因為六環眾生, 不知道這個地水火風空五大, 為心見難, 於是, 則前面的四大, 為實有之法, 則空大, 為無, 一個是有, 一個是無, 從此是非生起, 從有從無那方面, 就是起人我自非。 異成聖人, 他們觀三界生死, 為實有, 執出細裂盤, 為空。 所以, 一空一有, 又是互相對立, 互相違背。 故此, 九界聖凡, 都不知道前面四大, 以及這個空大, 本是互相違背。 如來藏妙真如正, 同一藏性, 平等無二, 因此, 所以, 就執為實有。 若此虛空一句之下, 若此虛空一句的下文, 從這個文義來看, 應該是有, 無所從來這四個字,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個虛空, 是無所從來之處, 或者說, 若此虛空, 無所從來, 因為前面經文說, 空不因土出, 不因作有, 非是因緣, 非是自然, 或是虛空, 即是無所從來。 底下, 就解釋, 虛空何以無所從來呢? 因爲, 是性緣, 究片, 本不動養, 由於藏性即空, 具一切得, 具一切妙容, 包容, 一切法, 所以稱為叫做聖緣, 藏性知性, 是原容無愛, 含具一切法, 是窮, 是窮, 三制, 或騙十方, 所以稱為周緣, 但無來無去, 無有生滅, 所以稱為本不動養, 當知現前, 地水火風, 均名五大, 法華里奧蘭, 應當知道, 現前的空大, 與上面所說的地水火風, 均同名為五大, 一切性法, 都以地, 他認為地就不是水, 水就不是火, 火就不是風, 風就不是空, 空又不是地水火風, 我們一切眾生, 都認為是這樣的, 其實這五法, 他的性, 是沒有差別的, 為佛之志, 然後才能夠知道, 這五大是平等, 為佛之志, 才能夠知道, 這五大之體, 同時是如來, 藏性, 性真原容的, 這個五大之性, 始終是不變, 金古行元, 所謂三世, 不天, 三世就是過去世, 現在世, 未來世, 在於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都不會天移, 就行上, 四相亦都不改, 就名之為真, 所謂三世不天, 四相不改, 就名之為真, 五大之法, 是平等, 一一周遍之法界, 就名之為緣, 五大既然彼此, 懸通無外, 等於燈光與燈光相合, 怎麽燈光與燈光相合呢? 在這裏, 閃一眼燈, 就有燈光了, 啊, 我們又在外面, 再閃一眼燈進來, 就拿進來, 放在那裏, 放在那裏, 放在一起, 外面閃燈, 那盞燈的燈光, 同內裏那盞燈的燈光, 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打架? 不會, 燈光與燈光是相容, 無障礙的, 所以就說, 由於燈光與燈光相合, 亦都由於水之與水相和, 這個瓶有的水, 那個瓶有的水, 兩個瓶的水混在一起, 那些水不會說, 劈回它出來, 不會彈回它出來, 一樣是大家相容的, 所以亦都由於水之與水相和, 互不妨愛, 因此就名之叫做為用。 皆是如來藏, 本無生滅, 這裏就是解釋, 何以五大周片緣容? 因為五大之性, 都是如來藏, 無真如性, 這個如來藏, 無真如性, 本來是無生, 亦復無滅, 藏性既是無生滅, 藏性本具的五大, 亦都無生滅, 因為無生滅之故, 因此地、水、火、風、空、五法, 便分力叫做大。 阿蘭與心昏迷, 不悟四大, 緣如來藏, 佛陀說, 阿蘭, 阿蘭, 只是可惜你心中, 分為或亂, 所以, 不知道前面的四大, 以及現在的空大, 本來同事是如來藏, 如來藏, 如真如性, 當觀虛空, 為出為入, 為非出入, 現在你應當細心觀察頸中的虛空, 究竟是因作土而出呢? 亦或是因如土而入呢? 或者是土有出入, 而空虛有出入呢? 你應該要細心觀察, 若能細心觀察, 求這個井中的虛空, 出處不可得, 即是無有出處, 既然沒有出處, 當然亦都沒有入處, 既無出入, 就無生滅, 故此說, 井中虛空, 有出入之寓意, 就不能夠食物, 但是, 又因為的確是作土, 然後見到空, 或是不能夠說非出入, 如果能夠護得空性, 即壯性, 不變隨緣, 不妨有出入, 隨緣而不變, 故此非是出入, 而這樣, 勵之道, 地水火風四大之性, 亦皆一一圓滿周遍, 不是磨合, 亦不是不符合。 與傳不知如來, 狀中, 聖角真空, 聖空真國, 村正本年, 周遍法界, 徐眾生心應所之量, 柯蘭如一井空, 空生一井, 十方虛空, 亦復如是, 圓滿十方, 寧有方所, 尋頁發言。 這裏顯示, 空大, 職如為, 狀元, 三大理, 寧真如勝。 與傳不知, 就是佛澤比柯蘭。 李柯蘭啊, 經過我佛堂, 多次開始第一語帝之理, 還未明白, 至到現在, 仍完全不知如來, 狀中的聖角真空, 聖空真國的道理。 這個狀聖, 靈名, 朗照一切, 就明知名叫做聖角。 雖然靈名不媚, 朗照無謂, 但是求祂的形相, 了不可得, 是怎樣形的呢? 怎樣相撞的呢? 找不到的, 所以明知名叫做金空。 聖空真國, 葬聖無形, 一發不辣, 所以叫做聖空。 雖然一發不辣, 但是能夠動切萬法, 朗照無謂, 所以叫做真國。 說明這個地, 水,火,風四大, 以及這個風大, 皆性皆真, 皆空皆覺。 平常眾生, 一無情之物, 就是非性非覺, 是不知的, 沒有心識的。 有情眾生, 有性有覺, 有心識有知覺。 現在顯五大, 都是性, 都是真, 所謂皆性皆真, 皆空皆覺, 就是顯性真的道理。 清淨本業, 這一句就是顯 善性之體。 善性雖然是朗照萬法, 但是不被萬法所沾滅, 在真體之中, 一發不立, 一塵不軟, 因此就叫做清淨。 這種道理, 天然如是, 不是有人造他如成的, 為悟都是平等, 我們眾生雖然在這個為悟, 在這個生死之中, 但是我們這個狀性, 仍然未曾有為失的, 所以眾生的狀性, 同佛的狀性, 是一樣平等, 或者說為不平等, 因此就稱為本業。 周遍法界, 這裡就是顯性良, 空大, 是狀性本具之法, 狀性是廣大周圓, 普遍於法界, 或是空大, 亦都是周圓, 片門於法界。 除眾生心應所之良, 就是顯狀性的妙容, 狀性不斷, 能夠除緣, 除十法界眾生之心, 應十法界各各所知之良, 所謂十法界者, 就是諸佛, 菩薩, 菩薩, 聖文, 玄閣, 天, 人, 阿修羅, 地獄, 鬼。 中文字幕。